好,我们来看第三题 这一题是关于冲量和动量 那它强调的是动量本身是有方向性的 那什么是冲量呢 冲量它是力作用一段时间叫做冲量 力乘上一段时间 这样感觉就是一种力的作用 然后乘上一段时间 可是因为我们前面曾经有先定义过 力就是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 所以其实力乘上时间就是动量变化 所以冲量其实就是动量的变化 只不过它是有点换成 主角换成力 而用力来作用一段时间 好像就可以产生一股 产生一股运动量的变化 这样子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动量变化还要再叫做冲量 它其实是有点主动 被动的话就是一个物体它的动量改变了 那样就叫做动量变化 可是如果一个力它主动的去施一段时间 一个力施一段时间 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说 就会说这个力施一段时间 它就是造成一个冲量 那事实上冲量和动量变化量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题它就是 有一个物体呢 它是以恒定的速率V绕着这个ABC株 方正方形呢 逆时针的运动 请问在C点它受到的冲量是大小多少 并且方向是朝哪里 才可以让它往C株方向上运动 那它运动原本是往BC方向 可是后来变成往C株方向 它一定是受力 不然它就等顺直接运动 它有受力 力作用一段时间 就造成了冲量 就是冲量 那其实就是造成这个物体运动量的改变 就是它动量的改变 所以其实我们要求的就是 动量变化 求的就是动量变化 然后是后来的动量变化 后来的动量减去原来的动量 原来的我们没有加一撇 后来的有加一撇 那这时候题目有告诉我们它的质量是m 后来的速度和原来的速度一样大 只不过后来的速度方向是向上 原来的速度方向是向右 所以这两个相减并不是零 并不是零 这位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向量的减法 向量的减法 这个数学课也有强调 向量的减法一样大的向量相减不一定是零 还要看它的方向性 所以今天就是这两个向量相减 这两个向量相减 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那怎么算呢 向量的减法就是 把头尾相连对不对 先把向量做平移 一开始的向量 后来的向量 这样子 这是后来的 这是原来的 那头尾相连 不是头尾相连 起点相连 起点相连 然后经过平移 起点相连之后 再从被剪掉的尾巴指向 这个指向要剪 应该说A-B的话 就从B指向A 这样子 A-B的话 就从B指向A 所以 最后我们要的就是这一段 最后要的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我们的动量变化 好那 优秀的各位应该看出来了 它的边长应该都是MV 它的长度都是MV 所以我们的粉红色 阳红色这个斜边 应该就是根号2的MV 所以答案是根号2MV 这是它的大小 它的方向就是 连着CA方向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物体这样子走过来 走过来到C的时候 它受到怎么样的推力 它才可以往上跑 是不是要受到一股 受到一股斜向左上方的推力 它才可以往上跑 这个自己思考一下 那C体答案就是猪